我心在月荷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这里是宝宝大家宾安 很开心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让我们在礼拜开始 先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让我们 读书有时 休息也有时 但求上帝你帮助我 让我们也在主日的早晨 一样可以专心的来敬拜你 我们把我们的心交托在主力手中 求主你对我说话 将同心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Amen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圣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圣 深的盼望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每次看到漂亮的花跟草 壮阔的山跟海 敏文老师都会想起这一首赞美诗 心底大声厚热烂的主 我们三角来唱 我心无路上帝 自然影响我的北 天地万米三角映山 黑路以大作文明 söyle 青厨烣烟上帝 青压 zero 尽约有旁 有旁 是但ז True 全天地万米四 五 第 world 好像 天地万弥山甘音声 欧罗伊大作文明 唱歌唱风吹沙 将冲打海冠山 善灵伊大冠灵影港 真爱共一家好人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 不断地都经历神的恩典 跟神的供应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有领受到神的信实跟恩典吗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赞美神的恩典 神灵我进入北地 有山有谷有缺烟 他为我用风声与美 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望主的应许 主的话与我必须心 每一步要主的带领 我以神跟主向前行 我心在叶和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叶和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以神的心事为了 忙到每一天为我而讲 我无缺烟 朱黄叶如梅底 我一生跟随主到底 我心在变荷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变荷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以神的心事 我以神的心事伟良 妈那每一天为我而讲 引领我 失恋我 我活着蛋糕像花雨 我以神的心事伟良 妈那每一天为我而讲 朱黄叶如梅底 我一生跟随主到底 我心在变荷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变荷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们生活上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 与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我们三集联合唱 我们三集联合唱 我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 喜乐欢喜快乐的时候 上帝你也与我同在 主我要献上金钱 献上我的心 还献上我的全人 来回应上帝你对我们的爱 主谢谢你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是同心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祭 我们你的名字 你的国内教 你的祈祢在这 在地日清朝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今天给我 赦免我们的孤父 千全我也有赦免孤父我们的人 不得带我们日的祭 就叫我带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 官邻应更 老是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读经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使徒行传》六章十到十二节 圣灵四下智慧给司体返 所以他们无法辩驳他所说的话 我会问问看你们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们有说谎过吗 就是呢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多多少少都有不小心说谎过的经验 像是老师以前发考就是学校发考卷的时候可能就是拿到太可怕的分数了 就会故意骗妈妈说 诶我今天老是没有发考卷 或是我把考卷不小心弄丢了之类的 我们都知道说说谎是不好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不小心说谎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实践里面的其中一件就是跟说谎有关系 我们先一起来念今天的经句 台语呢就是 那今天的经句他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六节 好那在今天的圣经故事开始之前呢 我们也先一起来听一个绘本故事 这个绘本呢他的名称叫做谎话虫 谎话虫呢他的主角是一个图上的一个女生叫做小饼干 小饼干呢他就跟刚才老师一样 就是啊他今天他发了数学的段考考卷 结果你看他得到几分呢 哇他居然才得到三十分耶 满分一百分里面他才得到三十分而已 小饼干看到之后他当然就觉得说完蛋了世界末日要来了 万一给爸爸妈妈看到说他段考只考三十分 他绝对会出大事的你知道吗 所以小饼干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哦 那为什么他那么紧张呢 其实是因为啊就是小饼干他在考前的时候 爸爸就问他说 小饼干你那个段考不是快到了吗 那你复习完了吗 怎么看你都在看电视啊 但是小饼干他真的太爱看王王队了 所以啊他看电视就一直他就不想要去复习 那些数学练习题什么的 他也不想写数学评量 于是呢他就骗爸爸说 哦我都已经复习完了啊 我那些题目都写完了 我练习卷也全部都写完了啊 可是你看看他最后考几分 他才考了三十分一看就知道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写那些练习卷对不对 所以小饼干就想到说 哇万一我今天给爸爸看到我考三十分的考卷 他就会知道说我都骗他说我已经写好 我都已经复习完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 于是呢小饼干就决定说 他要把考卷偷偷藏起来 不要被爸爸知道 那回家的时候呢 妈妈当然知道也知道说今天是发断考考卷的日子 他就问小饼干说 小饼干啊那你的考卷勒 你的数学考卷勒 应该是今天要发吧 赶快拿出来我看看你考几分 小饼干当然也不可以让妈妈发现说他考三十分啊 于是他就跟妈妈说 哦没有啊今天老师没有发数学考卷哦 他说之后再发 反正今天没发就对了 你看但是当他说谎之后 他就突然觉得 哦怎么觉得喉咙有一个东西卡在喉咙里面 结果就发现是有一只虫就捧虫他的喉咙里面跑出来了 这个虫呢就是今天的主角之一叫做谎话虫 这个谎话虫出来之后就一直说 他说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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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那边乱叫一只大声的宣告说 小饼干说谎了 而且啊更可怕的是这个谎话虫呢 还到处去咬他们家的家具 哇就在墙壁咬一个洞 在沙发也咬一个洞 在墓桌子也咬一个洞 就到处咬来咬去 然后到处跑来跑去 小饼干看到之后就想要说 大事不妙了 他这样真的会完蛋了 如果爸爸妈妈看到谎话虫 就会知道小饼干说谎了 那知道小饼干说谎 就会知道说他其实都没有复习他的数学段考 所以啊小饼干就很叽叽忙忙的 就到处去抓那些虫 就在那边抓虫一直抓 但是那个谎话虫他的行动力非常的敏捷 所以啊小饼干他怎么抓都抓不到 那在他正在努力抓谎话虫的时候呢 他的爸爸就回来了 爸爸就看到说 诶 奇怪 小饼干啊 为什么墙壁上那么多破洞啊 啊那个沙发破洞又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那么 诶 怎么连桌子上都被咬了一块洞 是什么回事啊 小饼干就说 我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那些虫是哪来的哦 因为啊他刚才就想到说 绝对不可以让爸爸知道谎话虫的存在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又骗了爸爸说 我不知道那些谎话虫是什么东西哦 但是这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谎言 他爸爸就说 可是那你怎么知道他叫谎话虫啊 小饼干就说 哦没有哦他跟我没有关系哦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出现的哦 你看这些全部是不是都是谎言 所以呢 每当他讲一个谎言之后呢 又有一个谎话虫 从他的喉咙里面跑出来 他又讲了第二个谎言 又有另一只虫 从他的喉咙里面跑出来 他讲了第三个 讲了第四个 讲了第五个 就有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的谎话虫 从他的喉咙里面跑出来 结果呢 他们家全部都是那些谎话虫 这些谎话虫呢 就一直在那边说 小饼干说谎了 小饼干说谎了 就那边一直说 他说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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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把小饼干 都怪他搞到疯掉了 那那把妈妈也很紧张 就想说 哎他们一直咬我们的家具 要怎么办啊 他们就很努力的抓 哇就拿拖鞋要打那个谎话虫 拿那个 拖把要去揍那个谎话虫 拿很重的书 要去拍那个谎话虫 可是啊 这些谎话虫 他都绝对不会被消灭 只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灭这些谎话虫呢 就只有唯一一个办法 那个办法呢就是 小饼干他要勇敢的去承认说 他说谎了 所以最后呢 小饼干他就哭着大声的哭着说 对不起爸爸妈妈 其实我说谎了 当小饼干他承认他自己说谎之后呢 这些小 这些谎话虫才慢慢的消失 可是啊 这些谎话虫算消失了 但是啊 你看我们是不是说 他咬了很多家具 他把桌子都咬破 把墙壁都咬破 把那个沙发都咬破 这些谎话虫就算消失之后呢 他们咬破了洞也没有跟着消失 所以那些加剧都还是 就是破破烂烂的样子 而且啊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啊 小饼干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就知道说小饼干说谎 他知道说其实他考得很烂 他知道说小饼干 根本就没有复习数学 都一直在看电视 于是呢 爸爸妈妈就处罚他说 小饼干 你接下来一个礼拜 你都不准在看电视了 而且啊 你还有两个礼拜都不能吃零食 这都是因为你说谎 所以我们给你的处罚 所以你看 小饼干呢 他一开始可能为了说 怕会被爸爸妈妈骂 所以他就选择用 说谎话的方式想要去掩盖 他考不好 他说谎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 他最后他失去了是不是更多 他让他们家变得这样破破烂烂的 他还失去了看电视的时间 他失去了吃零食的机会 所以你看 讲谎话是不是 不管就是又害到别人 因为你看 让他们家整个变破破烂烂 还害到自己失去了那么多他喜欢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说谎话绝对是不好的行为 对不对 那当然小饼干你可能会想说 啊他只是说他没有带考卷有什么关系啊 他又没有要害别人 但是呢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群人呢 他们说谎话 确实为了故意要陷害别人哦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今天的圣经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耶稣呢 他复活之后又升到天上去之后 他的使徒呢 就背负起他的十字架 很认真的来去传扬福音 那也因为他们很认真的传扬福音之后 哇信徒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所以啊这些使徒每天都很忙碌 因为啊他们每天要帮这些信徒来祷告 每天呢 还要去照顾这些受伤 他们那些受伤 或是生病的信徒 而且啊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还要准备三餐给这些信徒 所以他们从早到晚 都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忙 可是信徒真的太多太多了 于是呢 这些使徒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就决定说 他们要写出 选出七个人 要选出七个很有能力 也很有智慧 而且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呢 也很有好的见证的人 要一起的来帮这些使徒来服事 那这七个人呢就被称为执事 那这个制度呢也一直沿用到现在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欸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执事 对不对 他们呢最初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些使徒 所设立的制度 那这个执事当中呢 那这个执事当中呢 其中有一位就叫做斯提反 他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哦 他很认真的传扬福音 而且啊他也很细心的去照顾每一个人 所以啊很多信徒都很喜欢他 而且啊更重要的是他都 只要找到机会 他就会到处去传扬福音 去传扬上帝的话语 他真的是一位非常热心 非常忠诚 非常爱上帝的好基督徒 可是呢 这么好的基督徒呢 却常常会教到别人的嫉妒 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他们是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们甚至很讨厌这群使徒 那看到斯提反这么受到大家的爱戴 这群人呢 他们就更生气 于是呢 他们就常常去找斯提反的麻烦 就常常故意去找斯提反辩论 可是呢 斯提反他一点都不会紧张 因为啊 他知道上帝的灵与他同在 所以呢 上帝的智慧也会降到他的身上 常常呢 就会借着斯提反的口 去反驳这些来去挑战他们的人 去找他们麻烦的人 那这些人呢 就是被跟斯提反辩论都辩不赢啊 他们就更生气了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斯提反真的是很嚣张耶 我们真的 我觉得他这样不行 我们真的要给他点颜色悄悄 好 于是呢 他们想到什么样的办法 他们就故意去找一些人 就要去散播斯提反不好的谣言 他们就故意说 哎 你们啊 就去散播那个斯提反就说 他都偷偷去骂上帝 偷偷去骂摩西 偷偷在那边讲上帝跟摩西的坏话啦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斯提反他那么爱上帝啊 他怎么可能会做这件事情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纯粹 故意要去污蔑斯提反 你看 然后很多人就故意在那边散播说 哎 我听说哦 那个斯提反啊 他私底下都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他都说那个摩西很烂啦 说那个摩西很傻啦 那个说摩西很讨厌啦 然后另一个人就说 哦 是哦 我跟你讲 我是听说 那个斯提反哦 他都常常说 哦 他才不信上帝耶 他上帝是什么东西啊 他都才不管那些咧 那些人呢 他们偷偷那边散播那些不实的谣言 全部都在污蔑斯提反 可是啊 他们这样的谣言有没有起作用呢 有 最后就有越来越多讨厌他们的人 就听到这样的谣言之后 就开始就一直狂骂斯提反 就说那个斯提反是什么回事啊 快点把他抓起来 我们要快点去审判他 所以大家呢 就把斯提反拖到他们的议会当中 要去审判他 但我们一般人被抓的时候 就算你是无辜的 你也还是会觉得很害怕 对不对 你就会想到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抓我啊 他们抓我到底是要干什么啊 可是呢 斯提反他跟我们都不一样 因为他对上帝非常的有信心 他一直都相信上帝的灵与他同在 所以当他被抓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平静 甚至平静到说 那些抓他人就觉得说 为什么斯提反这么平静啊 他的脸甚至看起来像个天使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斯提反被抓之后呢 他没有就说 我现在还是什么都不要讲 我要安静 我什么都不要讲 万一我越讲越错怎么办 没有哦 斯提反他反而很勇敢 他抓住时机 他就很认真又开始宣扬上帝的话语 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讲讲 一直讲到摩西的故事一直讲讲讲 一直讲到摩西是怎么来到以色 摩西是怎么带领这些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然后呢 还更重要的是他讲了他自己的美好的见证 他讲了跟上帝有关的见证 你看他就算被抓了 他甚至被别人陷害了他都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呢抓住每一个时间都来去宣扬上帝的话语 但你们觉得这些人听完之后会因此说 哇你讲的太棒了 我们要来跟随上帝 哇你讲的太棒了 我们也要过来去敬拜耶稣 没有这些人他们就算听了斯提反的见证 也没有因此而悔改 反而是觉得更生气了 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都抓你来了 你现在还在那边乱讲话 还在那边胡言乱语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你真的 你这家伙真的是太嚣张了 不行不行 我们要广海去教训他一顿 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然后呢 甚至要拿石头丢他 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就丢他 可是这个时候 斯提反也一样没有很害怕 他一点都不惊慌 他反而看到说 哇 我看到上帝 我看到耶稣就站在上帝的右边 结果这些人 居然听到他继续又在讲耶稣的名 他们就觉得更加更加的生气 所以又一直狂拿 一直狂拿石头丢这个斯提反 那我们一般被丢石头的时候 一定会很痛啊 就会觉得说 哎你们干嘛丢我很痛耶 而且万一砸到头怎么办很危险耶 可是那些人当下就没有管这么多 他们只想了说 他们一定要除掉斯提反 那当别人对我们砸石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生气 会觉得很愤怒 我们会觉得 我们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回去 对不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报复绝对是不好的行为 但是斯提反 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更加厉害 他当 当他被这些人丢石头的时候 他甚至快要死掉的时候 他却跟上帝说 上帝赦免他们的罪 你不要把这些罪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而且他非常平静的呢 就接受了他的死亡 因为他知道 他最后还是会回到上帝的身边去 那听完这个故事 你会想到说 哎 这些人怎么也太过分了吧 哎 斯提反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很热心的去帮助别人 他很热心的去传扬福音 甚至啊 他其实也没有去害那些人 为什么那些人反而要来害他 可是在那个年代 因为很多人呢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存在 所以他们就很想要除掉这些使徒 很想要除掉这些信徒 也是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就决定呢 要故意讲这些不实的谣言 去除掉 斯提反 可是啊 我们都知道说 当 也许当下 他们不会接受到上帝的处罚 可是呢 有一天 当他们到天上去的时候 他们呢 必定会因为他们所说的谎话 要去负上代价 所以我们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啊 你说谎可能短期内 你是因为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你可能有自己的目的 所以你说谎 那个目的呢 可能是为了你自己 也可能是为了别人 又或者是为了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说谎的坏处 绝对比说谎的好处 还要多更多更多 像是啊 你说谎之后 你可能内心就会很不安 就像第一个故事的小饼干 一样 他是不是就会很紧张说 怕爸爸会发现他的谎话 那还有呢 就是 你因为讲了第一个谎话之后 你就会讲了第二个谎 你就会讲了第三个谎 你还会讲第四个谎 第五个谎 因为啊 你要讲更多的谎话 才能够去原理第一个谎话 所以呢 你看像小饼干 他一开始是不是只讲说 他今天没有发考卷 后来呢 又骗说 他不知道谎 为什么会有谎话虫 他又会骗说 那些谎话虫 都会跟他没有关系 当你讲了这么多谎言之后呢 你就会跟别人失去信任 因为别人就会觉得说 你讲的都不是真实的话 你讲的都是谎话 那当你们失去信任之后呢 你们就会破坏彼此的关系 因为他已经不信任你了 他当然也不会想跟你维持关系 那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你一定会遭遇到处罚的 像小饼干 他是不是就因此 他失去了他临时时间 也失去了他看电视的时间 那又像是我们第二个故事里面 那些人一样 那些人呢 虽然他们当下看似没有接受到什么惩罚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当他们有一天到天上那边去 他们呢 一定会因为他们的 他们所讲的谎话 会因为他们讲的那些谎话 去陷害死体法 而受到上帝的惩罚 那透过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短期内 你可能会觉得说 说谎可以看起来是有好处的 像那些人他们就觉得说 哇当下 除掉尸体反正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说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一个行为 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但是呢 从长远来看 他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性命 他们会失去比他们得到还要更多更多的东西 所以啊你可能会想说 我上次有说谎过啦 可是我说谎又没有要陷害别人 有这么严重吗 但是从上帝的眼中 不管你说谎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不管你说谎是不是有陷害别人 有没有去伤害别人 在上帝眼中说谎都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因为呢 上帝的教导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故事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说 愿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说谎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自己 对周遭的人 还有对上帝都诚实的一个人 今天的礼拜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 祝你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主我们要学习 保护尊重每一个生命 因为生命是尊贵的 主是你所赏赐的 主我们谢谢你 这样同心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Amen 再说比武经的礼拜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相约下个主日 一起来敬拜上帝 平安 拜拜 我以神的心事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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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神的心事为了